台灣女性進入更年期 常出現肌肉痠痛 失眠等問題 熱潮紅比率較低 目前多使用荷爾蒙改善更年期症狀 更年期症狀可能從你睡眠比較不好 肌肉痠痛 然後脾氣暴躁 記憶力減低 性欲降低 等等等 到我們的尿失禁 骨質疏鬆 心臟血管疾病 從輕而重 幾乎每個人都會都有 中西方最大的差別就是 西方人 潮紅 比例很高 但是在台灣 台灣人是以失眠 肌肉痠痛 這些比例會比較高一點 不少女性擔心荷爾蒙治療容易致癌 最新研究顯示 慎選品質優良的黃體素或動禽素 不但不會增加乳癌風險 還會降低大腸癌 骨質疏鬆的發生 所以這幾年來 很多的文章已經在跟我們想說 第一個 使用女性荷爾蒙 你的乳癌機率不會升高 第二個 如果你使用女性荷爾蒙 然後你再選擇正確的黃體素 你的乳癌比例也不會升高 相反的 你的心臟血管的疾病會降低 你的尿失禁的程度會降低 你的老人癡呆也有可能會降低 另外 臺灣更年期醫學會 長期提供醫師 醫療人員 專業知識資訊 專業人員再轉達給民眾 提供民眾最正確而有用的訊息 因此醫學會的任務非常重要 臺灣更年期醫學會它的最大的功能 我覺得對臺灣最大的幫助就是 臺灣更年期醫學會常常提供最正確 最及時 最好的臨床指引給我們所有的專業人員 然後讓這些專業人員可以把他的 把他的這些從學會得到正確的消息 正確地應用在他的病人身上 然後降低病人因為更年期困擾所帶來的一些身體的不適 醫師也提醒 出現更年期不適症狀時 不要忌諱就醫 運動 氣功 中藥等 對改善更年期症狀也有幫助